林智英在去年7月驾驶电动车外出时遇上严重车祸 经历一年的复健与修养后 她的情况已经逐渐好转 近期更登上了陆纵披荆斩棘的哥哥 她在节目中公开了陆渊治疗时拍下的X光片 并透露车祸导致头部严重受伤 半张脸的骨头几乎都断了 包括颧骨下方碎裂 右边上额断裂 治疗期间她的脸部锁了20个钛合金骨钉 手臂也装上了钛合金板以及11个钛钉 情况相当严重 林智英谈炎恢复的过程很难熬 因为动了很多的骨头复合手术 不过在那段时期 哥民们给她的支持和鼓励 让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最终成功回归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